奇闻怪谈红尘世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明朝永乐年间 历府村里有个男人 名叫胡霸 对村里的姑娘林玉儿痴迷不已 林玉儿自小聘定给村民理由 胡霸不以为然 经常率众到林玉儿的宅院外胡闹 他们大声喧哗 斗猫遛狗 在街上狂喊乱叫 故意扰乱林家的平静生活 令林玉儿不胜其烦 这日林玉儿家中的一只老母鸡 跳墙而出 飞到了街上 林玉儿开了院门 上街寻鸡 但见老母鸡正在街面上 埋头着实 林玉儿悄然跑了过去 一边叫鸡 一边出手鸿杆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胡霸忽然率众走来 但见他身边跟着大狗 一脸得意 打摇大摆地走在人群前面 裂开大嘴说道 玉儿姑娘 你是不是知道我在门外等你 所以才出来相会的 林玉儿听得一愣 连忙摇头否认 令胡霸感到有诗言面 但见他眼珠一转 忽然从身后拿出一个用眼花边的花环来 一下扣在了林玉儿的头上 林玉儿已经伸手要摘 胡霸脸色铁青 低声威胁道 你可以不要这花环 但是你不能摘下来 你若敢摘的话 我就把你送我的花环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说吧 胡霸狠狠地盯着林玉儿的眼睛 目光胸利音质 吓得他一个哆嗦 两手不由垂落下来 他暗想的 我何曾送过他花环 看来这家伙被逼急了 做事要血口喷人了 我且忍耐一时 免得他苟急跳墙 想到这里 林玉儿只得带着花环赶机 将母鸡赶回院门后 在一群人的注视下 慌忙将院门紧闭 留下一群人在外面喧闹 其中夹杂着胡霸的狂笑声 林玉儿反手拴住院门 贴着门缝望去 但见胡霸在人群中高声宣布 你们都看见了吧 林玉儿还是非常钟情于我的 他李勇算个屁 说吧 仰天大笑 众人也都欢呼雀跃 手舞足蹈 当下便高声叫嚷着 簇拥着胡霸喝酒去了 一月之后 李勇将林玉儿迎去过门 胡霸气地嗷嗷大叫 在李勇的院门外打滚哭喊 直到深夜才被家丁抬回家里 婚后不久 这日 李勇外出打鱼 忽然看见几个小儿落水呼救 慌忙冲过去救人 将三个小儿悉数救出 他自己却在最后关头被水流冲走 李勇的族人沿河寻找失手 苦寻无果 只能给李勇做了一个衣冠中了事 都劝林玉儿改嫁 他却坚持要给王府守洁 胡霸见林玉儿成了寡妇 幸灾乐祸 每日李帅众到林玉儿的院门外唱歌欢庆 冲着大门高喊 林玉儿 你有眼无珠 嫁了一个短命鬼 真是苍天有眼 你也算恶有恶报了 哈哈哈哈 你现在就是想嫁给我 我也不要你了 你现在不值钱了 就连五十岁的老头都不会娶你了 哈哈哈哈 如此一月有余 这夜月明星系 胡霸又率重在林玉儿的院门外高声欢呼庆贺 胡霸双手插腰 站里门口 指尖大喊着 小寡妇 你遭到报应了 哈哈哈哈 就在此时 忽然远远地走来一个男人 有人见了 吓得一愣 连忙拉着众人看去 众人都静了下来 一起扭头望去 但见朦胧的月色下 一个水淋淋的男人缓缓而来 脑袋上还顶着几颗水槽 脚步亮枪 双臂下垂 脸部肿胀泛白 两眼空洞无神 嘴里轻唤着 林玉儿是我的老婆 林玉儿是我的老婆 众人听得仔细 顿时双骨站立 周身冷战 不知是谁率先喊了一句 谁鬼离用来了 此言一出 众无赖如遭雷迹 吓得拔腿就跑 胡霸也吓得面如死灰 连滚带爬地奔回家中 一头扑到炕上 蒙上被子哆嗦起来 次日 胡霸开始发烧生病 家人为他请来郎中诊治 喝了许多草药 都不见效果 反而越病越重 一月后 胡霸骨瘦如柴 吃喝不下 胡话连连 终于病死炕上 被他的家人埋葬了事 不久 李勇忽然归来 村民们都争相前来探望 得知他当日被水冲到下游 又被一号新人救起 养好伤后才得以返家 消息传出 村民们议论纷纷 都说李勇勇就落水又 苍天有眼 让他重新和林玉儿夫妻团聚 也算是好人又好报了 那胡霸对救人的英雄之妻大肆嘲笑 幸灾乐祸 被水鬼活活吓死 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其实 当晚吓坏胡霸的水鬼 正是李勇假扮 本想吓他一下 不料他作恶多端 心里有鬼 竟然直接吓死 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 对号主其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却说万星镇 有一户姓马的善人家 家财万贯 田产无数 乃是镇内首富 停日扶贫及困 乐于助人 其积聚功德无量 马家主被欲称为马菩萨转世 然 石刚兵荒马乱之年 各地王侯各剧 起义造反 弄得人间生灵涂炭 万星镇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天号是一乱臣贼子 杨秀珠管辖的底盘 杨秀珠招兵买马 钱银花费甚大 不久 杨府身家挥霍一空 欠下军相万银 正愁何处赚来金银 听得旗下师爷提议 想起马善人家 金银满物 或可解燃眉之急 于是当即换来军马 直奔而去 杨秀珠来到马府 原是请求对方资助 那料马家主痛恨军阀 闭门不见 吃了个闷窥 此人向来不好说话 齐心狭窄 自是恨上了马家 一不做二不休 当夜血泄马府 并在万星镇盘踞下来 马家子弟死伤无尽 至于马家小子马运 逃出生天 马运二八之灵 却已心智过人 自知报不了仇 在万星镇外一座废庙里 安顿下来 只是每夜闭目 噩梦纠缠 眼前全是亲人被残杀的景象 惊醒难免 这日 大地昏暗 暴雨肆虐 废庙年久失修 无瓦遮头 他只好蹲在庙里神岸下 躲雨受寒 这时 一臂虎不知何处来 爬至眼前 看得马运良久 点开口道 可是马家愚重 马运从未见庇虎说人话 自是吓得大害 可天性使然 仍作淡定 点头道 是的 不知庇虎大仙 找小子合适 庇虎道 马家小子误判 这次前来 是得知马府惨遭灭族 特意来问你 可想为你家三百人命报仇 庇虎告诉马运 自己乃是方圆修炼千年的妖物 因其身所见 虽法力低微 仍可替他复仇 但要求马运报仇后 要把自己的身体送给他 马运笑的 庇虎大仙 若你真能为我手刃仇人 这副皮囊 何足挂齿 但你口说无凭 且让我看看你法术 庇虎哈哈大笑 说了声小子看好 庇虎大吸一口气 见风就长 少请一身化作巨龙般大小 瘟声瘟气的 我这就替你复仇 事后 原地等我 说吧 庇虎除了废庙之外 挖土前地 眨眼片刻 留下一地狼藉 不见踪影 且说这庇虎 法力低微 与人作战不得 便想了一计 打算挖空这地地基 摔死敌人 这季神庙 只需花时数日 其目的轻易刻成 话说回来 杨秀珠夺了马家财富 见得地窖所藏 金银无数 一时半刻全班不走 便决定就地盘踞 边练军队 边守财富 一日 杨秀珠坐于亭前 审阅文件 呼听的大底下 轰隆作响 心生疑惑 起料旗下事业 手忙脚乱 奔至前来 喘气的 将军快跑 小人刚战一挂 此地有大凶险 不宜久留 杨秀珠久力封创 不信鬼神 何况这命力挂色 只是这师爷族之多谋 是他左肩右手 不好扶了面子 笑道 师爷莫及 凶险何处来 是我那仇敌 还是马家有孽种上村人士 找来报仇 师爷看得杨秀珠不信 当下自身解说不明 只好说 将军 稀是我说过马家功德无量 不可强来 如今你杀尽他族 必遭因果 此劫要来 再不走就迟了 杨秀珠虽重用这人 但见对方说起不是 脸色不爽 扶手掌刮老骨头 师爷几下 气的 滚出去 师爷挨了打 叹气心趁的 是我瞎了狗眼 看错明珠 还害了马善人家 罪孽深重 于是 当下心灰意冷 戏软不时 策马离去 待他刚出万兴镇 大地轰隆一阵 整个万兴镇跌落万丈深渊 大地吞没 留下一广阔巨动 再不见昔日风景 师爷吓得一身冷汗 此劫就来 兴他悬崖勒马 才脱逃生天 知道可惜那无故镇民 权威陪葬 却无能为力 却说壁虎挖空地基 万兴镇不复存在 见大事已成 顿回废庙 大地一动 庙内马运早有所绝 亲眼目睹一阵近回 良心难受不安 原没想牵涉无故 但见不能回头 只好哀声叹气 壁虎回来 便开口说道 马家小子 愁一报 是我拿报酬的时候了 马运不言不语 沉浸在伤痛惭愧之中 闭目等候自身的将来 壁虎黑黑一笑 虎身内飞出一光团 乃是元神 欲要夺赦 这刻 不远处想起一声怒吓 妖孽住手 修得骇人 原来是师爷骑马盗子 看得壁虎全举 从怀中取出食欲 此乃龙虎山张天师所赠之物 听闻可降魔抚药 保护人身 当即用力一送 此欲通灵 自改妖气 顿发宝光 修得一声直击壁虎原神 两相趴的一声 相撞一起 竟烟消云散 可怜壁虎没得及说话 魂魄飞散 事后救了人 师爷问己 才知马运是马家唯一血脉 大感天恩 见小子一身汇根 当下收为徒弟 欲受纵横道 赎罪己身 五年后 大帝出了一位极其盛名的人 叫马运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 对号入奇闻怪谈红尘事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三国时期 在吴国有个巨张县 住着一位年轻的妇人 人称刘氏 生得花容月貌 异常美丽 18岁时嫁给了同县人张三为妻 婚后两年 刘氏和张三也算恩爱 虽然他们一直未曾生下一男半女 邻里之间 却也并未见他们有过红脸伴嘴 争吵打闹 竟然惹得人人羡慕 有一天晚上 村里人都已入睡 谁知 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女人的惊叫声 人们纷纷起床 跑出去一看 发现张三家里浓烟四起 火光冲天 早已是一片火海 只有刘氏披头散发 穿着一身睡衣在院子里嚎啕大哭 呼喊人们前去救火 却并未见其丈夫张三的身影 众人健壮 也顾不上许多 纷纷回家提来水桶 脸盆 淡水救火 很快 大火便被扑灭下来 可是 张三家的房屋早已焚烧大半 人们还在灰烬中发现了张三的尸体 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这时 人们才想起来去问刘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刘氏听吧 眼泪奔涌而出 哭得异常伤心 短短续续地告诉众人道 这真是非来横祸呀 我丈夫这几天刚好生病躺在床上 谁知今晚我刚一躺下 竟然突发了大火 我丈夫行动不便 无法起身逃跑 我只好来到院里呼救 可不想我可怜的丈夫还是这样葬身活害 死于非命 这叫我以后怎么活呀 人们听了刘氏的哭诉 非常同情 张三家的书本 兄弟也非常难过 几个本家嫂子还纷纷上前劝说刘氏 让他节哀顺便 甚至还一起商议着该如何去处理张三的后事 谁知 这是张三家的一个堂弟张五心中 却有些疑虑 他一向与堂兄张三交好 前几天还见过张三 却见他一反常态 哀声叹气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可他的身体却似乎并没有什么大样 也不像是个有病之人 张五心想 堂兄前天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 就算生病 怎么刚好又遇上了大火呢 况且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竟然病重到走出院子都走不出来呢 于是 张五便上前去问刘氏 问他张三到底得了什么病 是否请了郎中 可刘氏却躲躲闪闪 支支吾吾的说不上来 张五见状 更加疑惑 猜想到里面可能有什么隐情 便请求组长 不准刘氏埋事 还派人把张三的尸体看护起来 自己则写了状子 前往据张县衙 请求官府出面查清张三家中失火和死亡的真正原因 当时据张县县令名叫张举 一向以聪明睿智 删断其案主称 又勤政爱民 深得百姓的信任 张举接到报案 深感人命关天 也顾不上天黑路远 赶紧带了一帮牙役和武座 跟着张五一起来到了案发现场 亲自审理此案 张举先将刘氏的几个邻居提到案件 请他们一一落座 看似问他们家长里短 实则探听张三和刘氏平日的夫妻感情如何 刘氏的品行又怎么样 众人纷纷回答 说张三和刘氏虽然成婚两年 尚未生涯 平日里却并不见两人有过争吵打闹 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很好 张举听吧 不禁皱起眉头 似乎是若有所思 总觉得里面有什么不妥 却又说不上来 指的挥挥手让他们离开了 随后 张举又带着武座前往检视张三的尸身 检他周身并无伤痕 应该不是遭人刺死 可在查到他的嘴巴时 发现嘴角竟然有黑色的东西 伸手一捏 发现是大火烧过的血子 张举见状 大吃一惊 急忙命人撬开了张三的嘴巴 仔细一看 点了点头 又命人把刘氏带到了案前 大喝一声道 大胆妇人 还不把如何谋害亲父的经过如实招来 不然羞怪本官无情 皮肉受苦 刘氏一听 当场突倒在地 嚎啕大哭 声色俱利地说道 大人 贱妇与丈夫张三结婚两载 虽然未曾生下子女 却也难更女之 生活和美 谁知天道不共 竟然天降横祸 使我丈夫突然离我而去 我也心灰意冷 只想随他而去 怎么大人却说我谋害亲父呢 还请大人看在我丈夫尸骨未寒的份上 还贱妇一个清白 张举听吧 心想道 好个牙尖嘴利的无耻妇人 看来不使些手的 你是不会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罪行 于是 她笑了笑道 你这妇人 你不说 我自然也有办法让你心服口服 说吧 张举命牙役在村中的一块空旷的地方 堆上了两大堆干柴 又让组长派人牵来两头出来 组长不知其意 大祸不解 又不敢细问 只得一一照办 这时张举又命人将两头猪当场杀死了一头 再把另一头绑紧 将它们分别放在了两堆干柴上 又点起火来 顿时 烈焰冲天 燃起了熊熊大火 一开始 人们听到活猪的哀嚎惨叫声 响彻天地 无不动容 很快就没了生气 最后一直烧了一个时辰之久 大火才慢慢熄灭 两头猪的尸体也露了出来 全部烧得面目全非 众人纷纷围了上来 不知道张举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样 流逝健壮 心里也非常疑惑 张举命人抬来张三的尸体 跟烧死的两头猪并排放在一起 又让人撬开两头猪的嘴巴 请众人上前仔细观察 大家一看 只见张三和那头杀死后 在烧的猪嘴里并没有草木灰 而活活被烧死的猪嘴里却全都是灰烬 众人迷惑不解 刘氏却突然变色 几乎站立不稳 张举又问众人道 当日大火之时 你们是否听到了张三的惨叫声 大家纷纷摇头 都说没有听见 这时张举又对刘氏道 你这妇人 你看活着烧死的猪的嘴里 全是灰烬 而杀死在烧的猪的嘴里 却是干干净净的 并没有灰烬 你丈夫张三嘴里 除了血子 也没有大火灰烬 如此看来 他一定是死后在被人焚尸灭迹 各种原因 你想必心知肚明 还有什么话好说 赶快从事招来 不然本官一定会大行伺候 刘氏吓得魂飞魄散 娇喘一声 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再也不敢隐瞒 便把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原来 刘氏过门后 张三剑取得了如此娇气 不由得心花怒放 对他事事顺从 刘氏也非常开心 两人夫唱夫嘴 日子过得十分美满 然而 时间一长 刘氏便开始嫌弃起了丈夫来 觉得他为人太过老实 又没有什么赚钱的营生 只知道靠卖些力气来补贴家用 而且两年来 两人也没有生下个一男半女 不禁对张三的感情越来越淡 有一天 刘氏一个人去集市上 准备买些胭脂水粉 刚好遇到了邻村的一位 刚死了妻子的李源外 李源外一见刘氏 就被他的天生美貌所打动 便上前去勾搭 刘氏见李源外富有多近 风度偏偏 也不及心动 两人一来二往 就勾搭到了一起 从此 每逢张三不在家 李源外便晚上来早上走 时常在一起鬼混 也瞒过了左邻右舍 可是这件事却无意中还是被张三给知道了 他见妻子与外人私通 非常生气 却又不敢出言去斥责他 只敢日夜守在家里 不让李源外和刘氏有机会死会 刘氏健壮 非常气愤 一直想找个机会将丈夫害死 在名正言顺地嫁给李源外 跟他一起享受着荣华富贵 于是 在这天吃晚饭的时候 刘氏一反常态 给张三准备了一桌上好的酒菜 又软声细语向他赔罪 殷勤地劝他喝酒 张三见妻子这样低声下气 以为他已经回心转意 不禁心花怒放 便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 谁知 不一会儿 张三便倒在地上 口鼻流血而死 张三死后 刘氏悄悄地把他的尸体拖到了床上 又盖上被子 等到夜深人静 人们都已睡下的时候 故意纵火烧掉房子 制造出意外失火的假象 刘氏招供完实情后 双眼盯着张局 感叹地对他说道 大人 小妇人自以为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 不想大人聪明睿智 一下子便识破了我的诡计 我也无话可说 愿意听从大人发落 张局听罢 一律将刘氏判了斩立决 第二天便将他押赴闹事口 斩首示众 人们知道了张局断案的经过 对他的聪明睿智无不赞叹 张局烧猪的故事也流传了下来 成了古代司法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齐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村之书石金山 群众口碑不错 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书记 好干部 说他好主要是说他为人正直忠厚 办啥事都掏心窝地为别人 做了不少别人不容易做到的事 前不久村里修公路 他和村民们一块上山炸石 踩石 这天石金山在山坡上踩石时 上面有块石头朝着他身边的一个村民滚落下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老师奋不顾身地推开了身边的村民 结果那个村民毫发无色 他却被石头砸成重伤 幸亏大家马上把他送去医院抢救 才没出大事 石金山救人负伤的事 很快就传到乡里 在县里开会的款书记听到这时候 就叫罗秘书代表乡党委上医院去看望老师 并叫他整理一份老师的先进试剂材料 也为省委要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 县委给了他们相一个名额 这个时候出现了老师救人的典型 这不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 不料就在罗秘书准备去整理石金山的先进材料时 有人寄来了一封举报信 反映石金山有生活作风问题 他富商住院那天 有个漂亮女人来找他 石金山与这个女人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特向党委反映 洛宽是一个村民 没有署名 这下给罗秘书出了个难题 这医院还去不去 材料还整不整呢 小罗只好请示款书记 款书记说 群众既然反映老师有生活作风问题 为了对组织负责 应该做个调查 尽快搞清事情的真相 于是 小罗由负责整理老师的先进材料 变成了调查老师的作风问题 小罗先去了村部 打算先找村干部了解一下情况 到了村部 一个村干部也没见着 只有炊事员老丁 在厨房旁边的菜园里浇菜 小罗就装着聊天的样子 先从别的话题慢慢引到要调查的问题上 他问老丁 最近有没有听到群众说过石之书的什么闲话 老丁说 听说过呀 有人说石之书受伤住院那天 有个长得很漂亮的外地女人 带着个孩子来找她 说这个女人跟石之书有那么一腿 真有那是 小罗追问了一句 不可能的嘛 老丁说 石之书是什么样的人 我还不清楚 有些人就是喜欢嚼舌头 无中生有的是能说的天花乱坠 去年底无保护二兔子就造过石之书的谣 还被我裹了他一耳光呢 小罗就问是咋回事 老丁哗啦啦竹筒捣豆子 说了事情的经过 去年底 县民政局王局长亲自下来慰问走访困难户 石之书想求王局长拨点款把二兔子的破房子修一修 那天就特地叫老丁买酒买菜 准备好好招待一下局长 老师知道王局长爱喝酒 当天就特地买了一瓶好酒 开饭时桌上摆上了两瓶白酒 其实只有一瓶是真的 另一瓶事空瓶灌了底瓜烧 这是准备陪酒用的 空瓶子还是老师叫老丁在收破烂的店里找来的 喝酒时 王局长喝好酒 老师喝底瓜烧 一个高兴的喝 一个盛情的陪 王局长见老师喝得有些过量了 想把他灌醉 就说石之书 你不是要我拨款给二兔子修房子吗 你若能一气把那半瓶酒干了 我就一次性给你一千元修房款 怎么样 当真 我还能骗你 老师一听这话就想 喝下半瓶酒 就能为二兔子解决个大难题 于是他不管醉不醉 把牙一咬 抓起酒瓶咕咚咚咚咚 一口气喝下了那半瓶冒充好酒的底瓜烧 就在石之书养脖子喝酒的当 正好被闲着无视的二兔子在窗外瞄了个正着 后来又看见老师醉倒在床上 还找了医生打了针 二兔子就到处宣扬说 石金山铺张浪费 公款大吃大喝 一口气喝下了一瓶白酒 再后来 居然还要去举报老师的腐败问题 那只半路上被老丁撞上了 老丁就趴地给了他一个大耳光 打过耳光之后才把实情告诉了他 并把他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二兔子摸着发烫的脸 黑黑黑笑着溜回了家 罗秘书和老丁正在闲聊着的时候 有个花白头发的老大娘打门前过 老丁就跟小罗小声地说 这老人就是石之书的丈母娘 从医院看女婿回来 小罗灵机一动 就叫老丁问问他 知不知道那个陌生女人的事 老丁一问 老人说知道 并马上说起了那女人的情况 昨天上午 石之书正在迷迷糊糊地昏睡着 妻子八月想出去买点东西 就叫他妈帮忙照看一下老师 八月刚出门 就来了一个年轻女人 带着个孩子 提着一袋营养品走进病房看老师来了 女人见老师还昏睡着 把一袋东西放在床头柜上 站在床边心事重重地看着老师 眼里还含着泪水 八月妈一面招呼他做 一面给他倒了一杯水 就在八月妈正要问他是谁时 呼听外头有人喊 201病房接电话 八月妈就跑去接电话 等他接完电话回来 那女人和孩子一走了 后来在医院大门口 有人指着刚刚开走的一辆大货车 对八月妈说 那个带孩子的妇女坐那车走了 就这样 那个女人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到底她是什么人 没一个人知道 罗秘书当天只好回到了乡里 第二天他跟医院通了电话 听说老师病情有了好准 已经能与人交谈了 小罗马上带了些营养品赶了过去 不料问起那个陌生女人的事 老师也说他搞不清楚 当小罗还想再往下问的时候 八月小声地把他叫出了病房 两人来到了大院的树下 小罗见八月眼睛红红的 似有泪水在滚动 就奇怪地问他 婶子 十只书的伤病好得这么快 你为啥还伤心 八月叹着气说 关于那女人的事 你就不要再为难老师了 他要说得清楚早就说了 你还不知道吧 因为那个女人 昨天我差点跟别人打架了 还有这事 小罗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原来有个邻居 过去因着老师开证明上报批物计 因为不符合政策规定 老师拒绝不开 此后该邻居一直怀恨在心 他老婆就借这次陌生女人来访的事 造谣惑众 背后辱骂老师下流无耻 跟个寡妇搞名字 还说不开证明披屋机给她 是想留块地皮给那个小寡妇 骂得难听死了 八月气得追上门 真想跟她干一家 可一见了面 那婆妇又拍手又跳脚 故意站在门前大声地反问她 你说你家老师与那个女人没关系 那你就跟大伙说一说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家住哪里 从什么地方来的 为什么要带着孩子来找你家老师 这一问 把个老师善良的八月问住了 那婆妇见八月哑口无言 越发放肆 你说呀 为什么不说 分明是心里有鬼 又气又恼的八月 指得忍气吞声地跑回家 不过 她始终相信自己丈夫是清白的 不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 她怕丈夫受到刺激 回到医院后 也没把这事告诉老师 小罗从医院回来 就把了解到的情况 跟快书记做了汇报 快书记听说老师也说不清这事 也感到有点奇怪了 既然有人来看望的 就是当时没清醒 事后也该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呀 再说 没有点特别关系 谁会带礼物来看的 难道老师还真有风花雪月的故事 但她又想 这事也不可轻易下结论 一时记不起的事也是有的 不过 既然风声闹得这么大 现在还不能上报她的先进事迹 于是她就叫小罗将这个材料 暂时搁一个 先进材料没有上报 对石金山来说无所谓 可令她头疼的是那个陌生女人引出的风波越来越大 传得越来越玄 有人说那女人跟老师肯定不是一般关系 她从医院出来时两眼都哭红了 有人说那女人带来的孩子长得就跟老师一模一样 说得活灵活现 这一来 不相信的人也开始相信了 连有个亲戚也叹着气说 真看不出来 那么老师的老师也有这种话花式 十多天后 就在老师准备出院那天 八月在床底下捡到了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写着这样几句话 石大哥 我是杨顺牛的爱人 这次搭便车回东北老家探亲 顺道来看看你 不料你受伤住院了 阴车子在等我 不能多留 我只好不辞而别了 祝你早日康复出院 后头还写着一行联系电话号码 是杨顺牛的爱人 石金山精的眼睛睁得老大 杨顺牛是他十年前的一个患难朋友 由于两人相距千里之遥 近几年又交往身上 这次朋友之期来访 难怪老师想不出这女人是谁 弄清了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份后 八月的那个高兴尽头就别提了 他要老实马上把这个谜底告诉乡里领导 免得人家产生不必要的猜疑 可老实说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何必再提 八月坚决不同意 他说 自从那女人来过后 全村说什么的都有 口水都快要把人淹死了 我瘦了多少白眼 我流了多少泪水 老实不愿去 后来八月就自己去了乡里 并把那女人的电话号码也给了乡领导 为搞清那女人的具体情况 快书记亲自跟对方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就是来访的那个女人 想不到的是 对方讲出了一件感人的往事 十年前 石金山和杨顺牛夫妇都同在一家小煤矿做工 石金山长杨顺牛11岁 两人在井下挖煤 杨顺牛爱人在矿上干杂活 一天 井下突发透水事故 当时杨顺牛和几名工人正在地势最低的一个行道作业 当渗水涌入杭道之后 没有经验的他们只知道一个劲地顺着杭道朝高处奔跑 根本不知道这条杭道的尽头是条死路 就在这决定他们生死的紧要关头 熟悉杭道情况的石金山冒着生命危险 烫着水追了过来 大贺一声叫住了他们 并火速把他们带出了死亡地带 快书记和罗秘书听完电话后 两人都唏嘘不已 快书记立即对小罗说 明天你再去把老师的材料好好整一整 重点要把矿井救人和老杨爱人来访的是写清楚 小罗不解地问 上报试剂材料的时间不是早过了吗 这材料不是网上报 而是送香有限广播站去广播 快书记动情地说 我们有责任向全乡群众宣传老师的试剂 一定不能让为他人流血流汗的好心人和他的家人蒙受不应有的白眼 更不能让他们留下心酸的泪水啊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奇文怪谈红尘事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南宋时期 广陵有个小城镇 镇上有个缺胳膊的少年名叫段青秋 段青秋出生不久父亲就离世了 他和母亲生活了十多年 他的胳膊是一次上山采药的时候 被惊雷击中才断掉的 由于胳膊不方便 不能再上山采药 段青秋就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开了家茶馆 生意上课 能够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 由于身体残疾 段青秋到了25岁 仍旧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他 且村里的几个无赖 长戏弄嘲笑他 来喝茶从不掏钱 段青秋没有胳膊 跟他们争论 无非是被摁在地上打一顿 只好不吭不响地吃了哑巴亏 这让几个无赖形势更加过分 这天几个无赖又来到茶馆 见段青秋不肯给他们泡茶 就拿起厨房的茶杯 还有一些桌椅 就准备离开 旁边的段青秋也不敢出手阻挠 只能认挺他们拿走茶馆里的东西 就在这时 一道靓丽的身影 却拦住了几个无赖 你们怎么能乱拿人东西呢 信不信我让官府的人来抓你们 只见一个身材高挑 眉目清秀的女子挡在几个无赖面前 看着他们手里的东西让他们放下 几个无赖显然没放在眼里 伸手就要把女子推到一边 然而那女子却抓住了一个无赖的胳膊 向后一宁 迫使无赖跪倒在地 剩下三个人互相望望对方 立刻扑向女子 然而女子力气很大 不是他们几个能比的 于是就被甩了出去 无赖们见自己打不过 就溜走了 段清秀待在当场 他第一次见这么强悍的女子 甚至比他高出一头 他连忙上前弯腰表示感谢 一番交谈后得知女子名叫封秀 是一个欠夫的女儿 他从小舅比旁人力气大 所以才能打败几个无赖 从此以后 封秀经常来茶馆找段清秀 帮他看着茶馆 以免几个无赖再回来 他和老实巴交的段清秀不同 为人豪爽泼辣 然而在段清秀身边时 他总是一副小鸟依人 若不禁风的样子 什么都要靠着段清秀 段清秀能够理解封秀的意思 在朝夕相处之中 他也对封秀产生了一些好感 然而他性子懦弱 切于表明自己的心意 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 丰秀提出要搬过来和段清秀一起住 也为自己跑来跑去太麻烦 段清秀当然求之不得 直接就答应下来 他们的这些行为落在街坊邻居眼里 街坊邻居自然也就明白他们的关系 他们也就帮着忙撮合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 段清秀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丰秀在每月十四都会在半夜溜出家门 天亮才回来 事后他问丰秀到了哪里去 他总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堂色 段清秀见状 也不再做过多的追问 这天段清秀去给村民帮忙收卖 之后二人一起吃了顿饭 村民忽然开口道 清秀啊 你们家什么时候养了蛇 段清秀不明白 他当然没有养蛇 邻居告诉他 有次外出路过他家门口 看见他家门口有一条手腕一般粗细的白蛇在门口打转 还顺着门缝钻到了家里 村民以为是他家里最近养的 就想要进去找到段清秀 告诉他蛇不能乱养 尤其是这么大的蛇 容易伤人 结果给他开门的却是风秀 他进去找找也没瞧见蛇的影子 然而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没看错 所以才来问问段清秀 段清秀听后很是诧异 邻居没必要说谎 那么白蛇是从哪来的 又是到哪里去了 还那天是正月十五 风秀应该是清早刚回到家 怎么说自己才睡醒 就在段清秀一祸不解时 一名游历的道士途经此地 那道士见到他 就从他身上闻到一股浓烈的妖气 于是道士就到他家里拜访 还询问他最近有没有遇到奇怪的事 对于道士的问题 段清秀没有隐瞒 把自己和风秀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 道士听完微笑着对段清秀道 此要与你有缘 我来告诉你一个办法 当天傍晚 段清秀买来许多上好的韭菜 他往酒里放了些米药 风秀喝了之后很快就睡了过去 段清秀就把他扶到木榻上 从怀里拿出道士给他的皇服 贴在了风秀的额头上 随着一阵呼噜声 风秀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长 片刻就变成了一条两米多长的白蛇 见到这样的风秀段清秀大吃一惊 原来道士说的没错 风秀就是邻居见过的那条白蛇 段清秀站在那里平复了会儿情绪 就拿出绳子将风秀绑在了床上 不一会儿 风秀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变成了蛇的样子 还被抓起来后 他大吃一惊 连忙摆动着身体想要挣脱束缚 然而他额头上的皇服 却吸走了他全部的灵力 无论如何也挣脱不了绳索 就在这时 段清秀拿出一把匕首 按照道士的说法 在白蛇的七寸处割开一条口子 伤口没有流血 却冒出了许多黑烟 风秀赤通 立马向段清秀解释自己从来没有害过人 他来找段清秀只是为了报恩 原来早在十几年前 段清秀被雷劈断胳膊不是意外 他在采药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正在肚结的白蛇 那白蛇一共需要承受两道雷迹 就在他刚接住第一道雷迹之后 就遇到了段清秀 段清秀见他浑身时尚 就用采到的草药帮他包扎了伤口 在这时第二道惊雷落下 刚好砸在段清秀身上 那只白蛇正是风秀 风秀为了再次见到段清秀 他拼了命地修炼 最终才化成人形 成功见到段清秀 然而段清秀完全不听他的解释 转身就离开了 死后的一个多月 风秀一直被绑在床上 他的尾巴里不断地冒出黑气 他不清楚段清秀的目的 夜夜叫哭 然而段清秀根本不管他 就这样过去了两个多月 就在风秀几乎要昏过去的时候 段清秀才进来给他松绑 还取下了他头上的黄服 黄服刚被取下 就化成了飞灰 风秀的法力很快恢复 意识逐渐恢复清明 段清秀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 告诉了他自己做这些的原因 原来动物修炼人形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然而风秀却逆天而行 以变态的速度变成了人形 所以使得他的体内积攒了许多的煞气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等到未来的某一天必定会爆发 到时必死无疑 那道士正是看出了这些 所以把能够吸收煞气的黄服送给了段清秋 那些从风秀体内流出的黑色气体 全都是煞气 风秀只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 法力也比之前更加纯粹 而段清秋也鼓起勇气 向风秀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风秀十分感动 他扑到了段清秋怀里 二人在两个月后结为夫妻 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奇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清朝乾隆年间 顺天府有个富豪名叫江河山 祖上三代皆是商人 而江富豪则青出一栏 家族生意在他经营下蒸蒸日上 几十年来早已积累巨额财富 别看江富豪名震顺天府 也有烦心事 仰看自己一天天变老 想趁早找个接班人 天天他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江峰 二儿子叫江松 两子皆十分优秀 可继承人只有一个 为此他没少发愁 一日管家见商父豪皱着眉头 想必又在为继承人的是烦恼 建议道老爷不如您出个选题 考考两位公子呗 商父豪听完一拍大腿 寻思早咋没想到 于是让管家传话 告诉两个儿子分别经营一家铺子 一个月后是结果选择接班人 兄弟俩接受选题 即刻出发赶往铺子 转眼一个月以后 江峰的铺子赔得血本无归 而江松的铺子赚得盆满钵满 江富豪看完结果叫来两兄弟 当众宣布道 我宣布 由江峰做我的继承人 此言一出 兄弟俩皆惊讶不已 江松怒问道 爹 您这是何意 我赢了为何您还要传位给大哥 江富豪冷冷道 哼 两个铺子本就一分钱也赚不到 我用来测试你们是否有诚信 作为一个商人 你连最起码的诚信都做不到 谈和继承家业 江松攥紧拳头随即又松开 宠江峰抱拳道 大哥 恭喜你了 这时 江富豪也走过来 把兄弟俩的手握在一起 笑道 你们记住 唯有兄弟其心 才能其力断金 自那往后 江富豪便退出商场 把大事小情全权交由江峰 而他一不负众望 牢牢守住家业 反观江松除了帮助哥哥之外 显来无事还陪在爹身旁 江富豪高兴不已 心想二儿子也终于长大了 一日清晨 江松和爹一同去爬山 直到日落也没回来 江峰回家后 见二人不再有些着急 于是派人寻找 哪知下人刚出去 便又折返回来禀报道 大公子 二公子满身是血的躺在外面 不已会下人把江松抬起来 经过一番抢救人终于苏醒 只听他哭道 大哥 咱爹被山贼害死了 原来二人爬山回来 遇见一伙山贼 江富豪未救他 独自引开山贼最终被杀死 而他也被追杀到大路上才得救 什么 江峰听完眼泪夺况而出 紧接着说道 来人 快去衙门报官 随后兄弟俩去衙门认领尸体 经过武座辨认确定是江富豪后 二人皆哭得昏天黑地 把尸体领回家后 兄弟俩为老父亲举办葬礼 还在寺庙中为他立块排位 每逢即日都会一同击败 转眼间一年过去 兄弟俩生活也不如正轨 一日江峰找到弟弟说自己要成亲 江松惊喜道 大哥 这样你就不够意思了 快把大嫂领来看看 几天后 只见一个容貌堪比天仙的女子 被江峰领回家 他拉过女子冲江松道 这是你嫂子吴初蕊 见嫂子貌美如画 身材漫妙 江松不禁试了神 好一会才尴尬道 嫂子好 吴初蕊 微微一笑 露出洁白好事 给小叔子躬身势力 随后江峰表示 二人将在三日后成亲 江松抱拳道 恭喜大哥了 夫妻俩哈哈一笑 拉着手一同走出屋 望着二人背影 江松掩路复杂之情 转眼婚妻已至 二人行顽口拜礼后 转身回到洞房 不一会里面便传来床的直嘎声 此后 夫妻俩恩爱有加 一家人幸福和睦 可好景不长 好日子没多久又出现状况 且说这日乃是江复好几日 兄弟俩早早出发赶本寺庙 晌午时分江松一人回来 吴初蕊忙问道 江峰呢 江松称哥哥从庙上回来后去收账了 二人一直等到天黑仍不见人 这时一伙官差上门道 走吧 随我们去烫衙门 闻听此话 吴初蕊心中顿时有股不好预感 到衙门一看 地上果然有一句湿漉漉的死尸 举官差说 江峰乃是下午被杀害身亡 凶手应该是劫财后在杀人 吴初蕊哭得声泪俱响 仰天长笑道 究竟是谁杀我夫君 随即贪道 江松健壮忙抱起嫂子轻声安慰 样子极为殷勤 自那往后吴初蕊便和小叔子生活在一起 家族产业也顺利交到江松身上 二人相处期间 江松对寡嫂照顾得无微不至 任谁都看得出他对吴初蕊有意思 吴初蕊揣着明白装糊涂 完全不理会江松对自己献殷勤 这晚江松实在忍受不了相思之苦 冲进寡嫂房间 吴初蕊吓一跳 忙整理好衣服问道 这么晚了有何事吗 江松一把拉过他手道 你还不懂我的心意吗 吴初蕊忙撤开手道 请你自重 江松气急败坏 正当他要有下一步动作时 管家提着灯笼进来 忙问怎么回事 江松健壮只得性性回屋 回屋后 江松暗骂管家坏事 心想只要他在 自己就无法得逞 便开始思考对策 不多时他忽然想到 嫂子近日经常去庙上替哥哥烧香 于是眼珠一转记上心头 三日后清晨 吴初蕊果然赶不庙上 江松见机会来了 立马尾随其后 途径一片小树林时 江松突然加快脚步 几步追上吴初蕊 将他强行拖入树林 江松把他压在身下笑道 嫂嫂 我看这回谁能救你 吴初蕊非但不惊讶 反而也笑道 哈哈 你逃了两次 这回跑不掉了吧 话音刚落他吹响口哨 林中突然冲出十几个棺材 将江松团团围住 吴初蕊从怀里掏出块牌子道 我是顺天府心上任女不投 江松挣扎几下怒道 凭什么抓我 吴初蕊冷冷道 我就给你解释一下 原来当年江富豪的死 江峰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请求县令秘密调查 碰巧从京城调来个女捕怪 于是二人决定办座夫妻明察暗访 期间二人竟真的产生感情 顺势做了真夫妻 哪知江松极度心重 又把哥哥杀了 吴初蕊伤心不已 心想江富豪案子还没有眉目 夫君又死了 而且他死时 小叔子又不在场证明 这该如何是好 正在一筹莫展示 武座找到吴初蕊 说死人泡水降温能推迟死亡时间 若能找到目击证人 证明晨午时分江松去过河边就能定罪 吴初蕊闻言 便整天徘徊于寺庙和家之间 终于找到证人 碰巧这事 江松想对自己行不轨 于是吴初蕊决定将计就计 让他恕罪并罚 得知实情江松低头不语 任由官差将他押送公堂 公堂之上除了杀害兄长之外 他也承认杀害亲爹 由于此案影响恶劣 江松被判处杀头之罪 还被憋识三天 事情结束后 吴初蕊辞去女不快一职 主动扛起丈夫家中担 在老管家帮助下生意比以往还要红货 而也成了顺天福数一数二的女富豪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其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喜鹊叫 喜事道 李雪来家一派喜气洋洋 今天中秋节要给儿子李茂夫接媳妇了 讨媳妇的欢欢喜喜 看媳妇的喜喜欢欢 七零八舍的亲友集满一趟 交口赞美即将取来的新娘 樱桃嘴里 苹果脸了 黑瀑布发誓呀 深潭般的大眼哟 说得新郎里冒浮满心的田 乐得家公李雪来满怀的欢 正在大家笑住眼开时 突然乌的一辆警车驶进院子里 几个警察从车上跳下来 静止朝李雪来走去 亮出拘留证 说你被拘传了 警察中有个女警 众人揉揉眼睛 那不是将要过门的媳妇吗 大喜之日 为什么新娘出面拘传家公 且听漫漫到来 李茂福和未婚妻王华丽 当初并不认识 一个家住山里 一个家在山外 自小没有打过照面 也是何当有缘 五年前两人同时考上省城警校 同校共犯 你来我往 天长日久 心里便沟通了一种 只可意会不好言传的信息 可是学校不提倡恋爱 要不 两颗心早该迸发出爱的火花了 不过爱情的种子已经拨下 早晚总要发芽 毕业后 王华丽分到县公安局 李茂福分回乡派出所 人是远离了 但心却更贴了 因为年轻人的爱恋 总是披着一道修怯怯的薄纱 面对面往往缺乏勇气把话说破 而书来信往 就比较容易通过文字表达出满怀深切的爱意来 所以他们很快就定下了终身 李茂福是独生子 在农村 盼子成家要比盼子立业更为迫切 何况是独子呢 所以李茂福一毕业 父亲离起来便追不及待催他找对象 办婚事 李茂福把这信息通报给王华丽 邀他来家里亮相 王华丽素来活泼调皮 平时喜欢干点新鲜事 当他知道未来家公集盼媳妇时 便想突然出现在家公面前 给他一个喜从天降 那天 李茂福先进家 故意逗父亲问其找对象的事 他自己却装着吞吞吐吐的样子 正当李喜来滔滔不绝 教训儿子什么不孝有三 吾后为大 什么朝不可无弃 目不可无喜时 王华丽一身心装 像只彩蝶翩然飞进家里 脆脆地朝李喜来喊一声 爸 王华丽本以为导演了一出好戏 让家公喜出望外 博得他一场热情的招待 殊不知李喜来听到喊声 先是一冷 继而把目光盯在他脸上 突然眉头一皱 叫上李茂福转身走进里屋 把头摇成货狼板 要不得 要不得呀 李茂福急忙摆手 提醒父亲 人在外头呢 可是李喜来一点不会掩饰 直通通地说 怕什么 现在兴讲实话 不搞阴谋诡计 接着给儿子上了一堂星象学 说这妹子三角脸 双肩眉 一脸的沙腹像 三角脸 三角脸 长肩难耐三百天 眉毛拖双道 丈夫活不老 说得李茂福目瞪口呆 支声不得 隔壁有耳 何况李喜来说话 又那么粗声打气 字字声声上 华丽都听得一清二楚 他一气之下跑出了李家 一路上 沙腹相三字 一直在耳边回响 他忽然想起 刚接到的一个案件 有位叫贵秀莲的妇女 投诉丈夫被人杀害 带下去了解案情的同志 回来说 群众反映黄秀莲是沙腹相 一杀了一个文夫 而这个所谓被杀害的丈夫 是自己爹眼死亡的 王华丽不禁自问 这难道是巧合吗 因此 他顾不了自己心中的不快 丢开重重心事 匆匆复去找那个杀夫的女人 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 他找到了那个女人 一见面 王华丽不禁暗暗吃惊 而前的黄秀莲固然也是一副 杀夫相义已经苍老的脸庞上 尖尖的下巴 突出的颧骨 分明也是三角脸 那一双眉毛 虽然已经发挥 而且已输薄多了 但是还能看得出刀的影子来 难道相貌真能决定人的命运吗 王华丽心中挂起大大的问号 看到民警同志进家 黄秀莲感动的一面嚎啕大哭 一面悲怅的说 有人说我相貌杀夫 真冤枉啊 其实他死得好含糊 接着黄秀莲道出了一件叫人心酸的事 在我们这地方 杀夫相的女人命好苦啊 任你长得再漂亮 条件再好 男人都怕娶你 但是女人总要出嫁 到时候就叫算命先生找个命运的男人 说是以应之应 方能白头到老 黄秀莲就是这样嫁给一个命运的男人的 这人害怕黄秀莲的煞气 便对黄秀莲一日三忙 三日一打 常常是平白无故揍他一顿 害得他整天含着眼泪过日子 后来他在不小心吊喝里淹死了 有人便说他的命还不够硬 一时议论纷纷 说杀夫相的女人害了他 好冤枉啊 明明是他喝醉酒失足造成的 自己害自己 反把罪名挂到一个受虑带的女人身上 过后黄秀莲想 以后再没有人敢娶我了 我也不再嫁人了 没想到有个男人很同情的 处处关心 事事帮助 并一定要娶到他 他为人诚实善良 从不骂人 更不用说打人了 他俩结婚后 过得和和美美 温爱幸福 不料好景不长 他又在上山砍柴时 跌下山岩死了 同头刺一样 失去丈夫的黄秀莲 非但得不到同情 反而受一些人 在背后指指点点 说什么杀夫婆 谁讨谁别活 说什么取了杀夫相 不挨刀就挨枪 同志依黄秀莲 紧紧握住王华丽的手 激愤道 那山岩才有个把人告 哪会跌死人呢 金大把你判来了 你可给我做主啊 黄秀莲提供的情况 引起了王华丽的重视 于是 在黄秀莲引导下 王华丽亲自到现场去勘察 山岩确实不高 大约一米六上下 眼底是泥地乱草 纵使跌了人 也不会直死 王华丽又爬上眼顶查看 不禁大吃一惊 那里血迹斑斑 而且有多人践踏过的痕迹 这无疑是一件他杀案 王华丽万万没想到 农村迷信大鱼法 杀人凶手 逍遥法外 而罪名却夹在一个无辜的女人身上 应该尽快解脱黄秀莲 可是在这荒山野岭 屠材害命似乎不可能 死者是个老实善良的人 仇杀好像也找不到依据 王华丽决定请求局里 把案情通报相派出所 发动群众提供案情第一手材料 再说 王华丽在李家不辞而别 李茂福受到很大刺激 他痴呆呆地不言不语 不吃不喝 李雪来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个独生子 要是呆了疯了 那不是叫人绝后 他给儿子说软的 倒硬的 儿子还是浑浑恶疆 不声不响 次日 得到局里同意 王华丽便到乡派出所去 路过派出所宿舍 王华丽惦念李茂福 便先要去看他 顺便叫他协助了解情况 他一进门 便发现李茂福受去了一圈 粘头粘脑地呆坐 一动不动 心想 他大概听见了他父亲的话 干脆把两人的事 论个清楚吧 可是 李茂福却孜孜无无不敢表态 王华丽很生气 脱口说道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怎样 不料李茂福却问 你这会杀人吗 王华丽脑袋嗡的一想 几乎气倒在地 他万万想不到 受过多年教育 又热恋了多年的心上 人竟然这样无知 这样不理解自己 王华丽一气之下 怒冲冲就走 不想走得太急 撞着墙边的立柜 扒了一声 一把水果刀从柜顶上滑落下来 不偏不离划过他的梅座 当吉亚的一生倒地 说实实 那是坏 李茂福一个剑步 本想上去扶住王华丽 不曾想他身子倒下时撞了立柜 跪上一只玻璃糖罐以外 不前不后正掉在李茂福的头壳上 于是 两人双双倒下 他俩住进了医院 李茂福划伤了头皮 轻度脑震荡 王华丽伤势中介 因他倒下时 水果刀的刀尖又插在他的脖子上 缝了好几针 这是一传开 人们捕风捉影的议论纷纷 都说一对情人 因受父亲的横蛮干涉 不情愿活活奋力 因而双双自杀殉情 可是反常的是 李茂来却当武士一样 反倒高兴起来 逢人便说 我说那妹子是杀父乡吗 对不 天意不可为啊 有道是逢兄话急 他这回应了杀父 今后就是调好命了 他们将是一对好夫妻 天元注定 两人在住院期间 李茂来奔前跑后 请求乡里父老 乡父领导前去做两个痴情者的思想工作 两个青年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矛盾冲动 所以十分乐意听从大家的劝导 父老们说 伤人别伤心 干脆先给他们办结婚手续吧 乡领导也说这主意好 于是 人还没出院 结婚登记就办妥了 至于婚礼 大家商定在职办好结婚用品后 中秋节举行 一乡里习俗 领结婚证仅仅当是订婚 王华丽也只算是未过门的媳妇 但是 也为王华丽远离亲人 无人照顾 所以家婆特别疼的 因此家婆请求医院同意 在王华丽住院期间 亲自来给她陪住 家婆陪儿媳 甜得没法说 李母自然满心的高兴 不几天 两人就和得很熟 什么话题都聊得起来了 一天晚上 婆媳俩同睡一扑床 兴趣极浓地谈到夜深人静 说着说着 王华丽把头枕在李母的耳旁 试探地问 有人说我是杀父相 你说呢 李母说 没有的是 别信这些 王华丽又说 听说 山南有个黄秀莲就灵验了呢 嗨 信则灵 不信则不灵 李母忽闭上双眼 好像不想说话了 王华丽心里一顿 这话倒像是话中有话里 她伸开双臂抱住李母 说 我真怕 别怕 其实李母测过身来也抱住他 你是学过法律的 你说说 杀人都要偿命吗 王华丽心里已经摸不透李母这话冲着什么说 只好客观地回答 那不一定 看他怎么杀的 还有他认罪的态度如何 李母便不说话了 王华丽憨不住 又问 妈 你像是要说什么 其实 其实也没什么 李母吞吞吐吐的不愿说下去 看你 还把我当外人 王华丽故意推开李母 不料李母把王华丽抱得更紧 贴到他耳朵说 不 不 一家人 不见外 可有件事 只能家里人知道 千万别外传 接着 李母说出一件叫王华丽目瞪口呆的事件来 初五那天 我和阿福他爸上山割柴草 我在山腰上 他在山脚下 那时我尿急 便蹲在草丛里小姐 不想一条小蛇突然咬了我的大腿 吓得我大呼 救命啊 这时 一个男人从山顶上冲下来 一把捏了小蛇的脖梗 往岩石上一罐 那蛇便直挺挺死了 他见到我大腿上正在流血 很快解下自己的不裤带 把我腿根紧紧地绑住 那时 我被吓猛了 裤子也顾不得砸起 呆呆地由他包扎伤口 他正跪在我腿边打绳紧 突然惨叫一声 扑地倒下 我吓得魂飞魄散 光天化日之下干坏事 我叫你借阎王去 这声音好熟啊 我定眼一看 是阿富他吧 原来他听到我呼救也赶来了 只见他愤怒地挥起扁的 动 又是狼狠的一棒 别打了 我扑过去抱住他的脚 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 他听了才松手 看看那死蛇 又看看我大腿 问 你怎么不早说呢 天哪 他来势那么快 那妖兄 我怎么知道他要打人呢 他走到那人身边 瘫坐在地上 傲丧地说 他娘 我闯祸了 我爬到那人身边 哆哆嗦嗦抱起他 满脸的血 我难过地大哭起来 阿富他爸猛地封住我的口 低声笑我 不能哭 给人发现就完了 我请求他 我们去报公安局吧 杀人偿命 你愿守寡吗 他突然推开我 抱起那人 只听见那人微弱地哼了一声 咕噜噜翻下山岩去了 这时 我被吓得昏了过去 待我醒来 我已被送回家了 阿富他爸坐我床边 见我清醒后便威吓说 这是只有你知我知 要是你漏了出去 我先杀了你 再去公安局 那是我真恨 那条蛇为什么不一口把我咬死 为啥让我活受罪啊 黎母说到这里 再也说不下去 王华丽什么都明白了 傻夫案的凶手就是自己的加工 那天晚上 婆媳俩整夜没有合眼 为这案件进行艰苦的辩论 王华丽讲解了有关法治之事 提到了可怜的黄秀莲 如何吞泪含怨 如何忍辱偷生 在欲华丽的开导下 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 终于唤醒了黎母的良心 认识到自己也有包庇罪 同意动员丈夫一起去投案 王华丽马上出院 争得局里同意 便和黎母去做黎喜来的工作 当初 黎喜来昧着良心已得抱怨 害了黄秀莲的丈夫 心里多少有点不踏实 因此就在杀夫箱上做文章 散布黄秀莲的丈夫之死是欺命所割 当王华丽第一次来家时 黎喜来知道未来媳妇是干公安的 正是心里有视心理精 又要借杀夫相拆散这一对恋人 不料 这对恋人不但拆不散 而且双双殉情 他忽然想到 按这里相索 媳妇过了门 便绝对顺从加工 否则便是不敬不孝 会受到众人的责骂 于是 他干脆顺水推舟成全他们 心想以后儿子和媳妇上下都干公安的 何仇呢 是瞒不住呢 哪里想到 王华丽非但不包庇的 反而引狼入室和妻子合伙来揭露的 所以 李起来不但不听从妻子和媳妇的劝导 反而恼羞成怒反咬一口 大骂王华丽六亲不认 并扬言有黄秀莲丈夫的裤带为证 控告死者犯强奸罪 为慎重己见 领导上只是王华丽做多方面细致的查证工作 转眼就到了中秋节 李起来没见王华丽再来找他的麻烦 以为媳妇听话了 便抓紧时间把喜事操办起来 以便把生米做成熟饭 借救礼教当紧箍咒 让王华丽始终包庇他 然而 李起来打错了算盘 聪明反辈聪明误 王华丽为了主持正义 维护法律尊严 毅然采取法律程序立案侦查 并向人民检察院递送起诉 于是出现了故事的开头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齐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诗之一直忙于工作 疏忽了个人大事 直到他过了25岁生日 才经别人介绍了一个对象 他叫陈婷 是外资公司的业务主管 身高个大一表人才 谁知第一次见面 就叫诗之大事所望 他发现陈婷好像有点内向 又似乎有点冷漠 虽然他勉强和他互相交换了手机号码 可过后想想还是断然与他分了手 几天后 又有人给诗之介绍了一个叫张磊的 也是身高个大一表人才 且随和热情 又在科研单位工作 他一见十分满意 觉得张磊比那陈婷强得多了 却不料 诗之刚和张磊见面的第二天 那已分手的陈婷竟卷土重来 扬言要和张磊来个公平竞争 他不仅向诗之发短信 而且还给他送话 说什么不打败张磊绝不罢休 诗之既吃惊又生气 但又无可奈何 便复之一笑 嘿 这哥们发什么神经 真是自作多情 他不无讥讽地发短信给陈婷 好吧 你若是不惜浪费时间精力 糟蹋钞票 那就尽管送花给我了 于是每天早上去上班时 诗之就取下陈婷一大早 送来插在他家包厢上的鲜花 带到楼下 扔到垃圾桶了事 可没过三天 他又觉得这么没完没了的好凡人 同时他还担心 这是一旦让张磊知道了 那不就糟了 幸好没过几天 张磊就到上海进修去了 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 一天早上 诗之看到包厢上陈婷送来的鲜花 不由心里一动 哎 我不妨来个借花献佛 用他逗咱们的月真玩玩 不是可变烦恼为快乐吗 于是 他立即取下那束鲜花 插在月真家的包厢上 金月真患过小马比正 腿有点缺 加之家境贫寒 谈了几次对象都没有成功 由于诗之和他很要好 两人常互开玩笑寻开心 还搞点恶作剧什么的 所以诗之才会有这个想法 没过一会 诗之就从大门猫眼里看到 金月真看到包厢上的鲜花 果然又惊又喜 瞧他那一脸娇羞的呀 还真以为是有人悄悄地向他求爱呢 半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 诗之刚要出门 金月真过来不好意思地告诉他 有人一直在暗中追求的 天天给他送话 今天还在那束花中夹张纸条 热情邀请他看电影 然后共计午餐 诗之听得张大了嘴巴 天哪 这莫不是天方夜谭吧 难道我接花谢佛 竟在无意中给月真当红娘牵线搭桥了 他挠挠后脑勺 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莫地 他一下激起 有一天早上他取下鲜花插到金月真家报箱上时 楼下楼梯口那儿藤地发出一个人跑开的响声 莫非就是陈平 下午 诗之看到金月真归来时 春风满面喜气洋洋 忙问他今天的约会怎么样啊 金月真说 他人长得挺帅 而且一点也不嫌弃自己 他看重自己人品好 所以他好朋友把他介绍给他后 他就主动地暗中追求他 天天早上给他送话 什么 是他好朋友把他介绍给他 诗之更是惊讶的一愣一愣的 那是哪位朋友把月真介绍给他陈平的呢 哇 我借花谢佛 还果然成了红娘 成人之美了 可奇怪的是 陈平这小子为什么不直接将花插到月真家报箱上 却要利用我呢 金月真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他打开看了看 潮诗之抱歉的一笑 是他的短信 说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叫我赶快去一下 诗之想看个究竟 便远远尾随在月真身后 快到巷口时 只见一个挺潇洒的男青年快步跑上前来 一把拥住月真 亲热极了 诗之顿时惊讶地两眼发指 怎么不是那陈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等了好久 金月真才回来 诗之急忙问他男朋友叫什么 金月真说 他叫吴水山 诗之禁不住脱口而出 吴水山 怎么不是陈平呢 不不 月真忙摇头 小吴刚才告诉我 陈平就是他的那个好朋友 哎 你也认识陈平 诗之还没来得及回答 他的手机铃声呼的畅响 是他男朋友张磊打电话 一开口就没好气地责问他 是不是天天有人给他送话 既然已经有男朋友了 为什么还要和他谈 玩弄他的感情 要不是他家人告诉他 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 猝不及防地失之恶然惊呆 随即恨起那陈平来 要不是陈平给他送话 张磊怎么会误会的 这下陈平可把他害惨了 他转身进屋 泪水禁不住地夺框而出 突然有人敲门 失之打开一看 竟是那陈平 还没等陈平开口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地对他吼道 你给我滚 我恨死你了 陈平吓了一跳 他正了正 忙叫 慢慢慢 我有话要对你说 失之横眉怒对 狠狠地说 有什么好说的 就怪你 也为你给我送话 让张磊误会了我 快请息怒 今天我来正式要说说那张磊 给你提个醒 原来 失之和陈平分手后 陈平见有人将失之介绍给他的邻居张磊 失之还欣然接受了 这让他感到十分难堪又没面子 难道他还不如张磊这浑小子 一气之下 他便打算要和张磊竞争 说实在的 他很喜欢失之 想试试能不能一次打动他 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发现自己不仅没能打动失之 而且还把他送的花插在他对门家的宝箱上 他一了解 失之对门有个叫金月珍的女孩 听说很不错的 于是 他便趁机来个将计就计 将金月珍介绍给好友吴水山 没想到吴水山和金月珍还果然般配 挺有缘分的 让他遗憾的是 失之至今还浑然不知 那张磊哪是在什么科研单位 他是个没有职业的小混混 前不久去上海 不过是他爸妈逼他去找亲戚 给弄个事干干 以免他在家惹是生非 失之听把大事一惊 不由对陈平的提醒十分感激 随即问 哎 陈平 怎么我以前感觉你性格有点内向 还有点冷漠 陈平忙告诉他 那天是因为他心情不大好 所以才给了他这样一个不好的第一印象 失之忙问是怎么回事 陈平说那次和他见面前 老板给他打了个电话 唯一件事朝他发火 后来事实证明是老板错了 失之不禁歉意地说 我误解你了 请不自禁又问 你谈对象了吗 陈平大方帝说 没有 要谈也要谈个像你这样的女孩 说实话 我对你是一见钟情 你的性格让我十分喜欢 是吗 失之心里末的一热 旋即忘情地一把抓住陈平 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刚好这是金月珍开门进来 见了这一幕 诧异地叫了起来 原来你们是一对呀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